最及时专题1KTV斗殴亮枪!大根被打爆头春风无端被波及! 上周911春风的生日派对后引爆大规模斗殴,他的兄弟大根挂菜喷血,现场甚至有人,趁乱亮枪威胁,引来辖区警方关切,姿势人等全被带回警局。 事后春风表示,当时根本不在现场,不满无辜被卷入斗殴事件。 今日出刊的镜周刊报道,10月9日是春风32岁生日,一群好友都出席他的生日派对。 凌晨4点多,一行人续摊,一辆黑车来到台北市中校东路上的钱柜,车上下来一大票人,其中还有头发乱七八糟的大根。 他们到钱柜不是唱歌,而是干架,从大厅打到外面,场面相当混乱,还有人持棒状物冲入现场,接着大根被打趴在地,其他人也持续大乱斗,宛如电影,脚头拍摄现场,最后大根爬起时,面目猙獰,满脸是血。 一阵大乱斗中,除脏字不断喷出,也隐约听到大根喊,谁打我?甚至还有凯凯,前篮友劈腿等词,现场叫嚣有部分似乎是冲住大根而来。 报道指出,警车到场后,一名男子竟掏枪,疑似警告大家,而大根持续暴走,嚷嚷要找出打他的人,边摸住脸上鲜血,边被压上警车。 隔天凌晨,大根外出找春风,边抽烟边聊天,他激动讲话搭配肢体动作,还撩开头发秀伤势,看似小弟向大哥讨拍扶过春风一派轻松闲聊,态度显得老神在在。 此事曝光后闹得沸沸扬扬,春风今在一个澄清,我又没在现场,到底关我啥事,不满报道标题提到他。 911所属的混血儿娱乐回应8日当天是在别的酒吧庆生,报道事件,春风并没有在现场,请协助澄清。 目前媒体所用的照片是去年唱歌的照片,并非发生当下的照片,周刊影片中出现大根跟大家,包括春风谈话画面为事件第二天,也恳请大家澄清报道,欢迎各位媒体朋友集检调单位向钱贵调阅监视器画面。 最后,该检视与春风无关,请勿引述不当的报道,将针对布什报道提出法律诉讼。 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